哈喽大家好,我是宋玲,情人节马上就要到了,不知道大家打算怎么过呀?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打着过节的幌子胡吃还喝的话,来来来,我教你做个红丝绒杯子蛋糕。 红丝绒蛋糕起源于19世纪,丝绒是用来形容它的质地,非常的绵润。 红色是因为旧工艺制作的可可粉里花青素玉酸会变成红色。 现代的可可粉因为加工技术不一样,不会再有这样的反应,所以现在的红色来源于天然或者人工合成的食用色素。 还是老规矩,配料跟详细容量会写在视频下面的信息栏里,烤箱预热到350华氏度或者180摄氏度。 之前做软气期的时候,我给大家讲过用溶积凉取面粉的正确方法,这里简单复习一下。 用勺子把面粉舀进两杯里,再用刮刀抹平。 面粉一定不要压得太结实,不然过量呢,会让你的杯子蛋糕又硬又干。 做红酥蓉蛋糕需要用到buttermilk,也叫烙浆,它是黄油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,本身是酸的饱喝,但是呢烘焙中经常用到。 如果你没有烙浆,也没关系,我也没有,所以呢,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替代品。 把10毫升的白醋跟150毫升牛奶混合均匀,静置5分钟就可以了。 这个办法非常好用,大多数烘焙食谱里的烙浆都可以用它1比1替换。 接下来呢,把可可粉,面粉,小苏打跟盐过筛混合均匀,把白醋,香草精跟红色食用色素加入已经净制好的烙浆替代品里,也搅拌均匀。 食用色素的用量呢,我没有写,是因为不同种类的色素用量不一样,大家记得下手轻一点,慢慢地加色素,搅拌到自己想要的红色就可以了。 我这一步没加色素,因为忘了。 找一个大碗,先把提前软化到室温的黄油跟白糖打到颜色变浅,体积膨胀,大概需要2-3分钟。 加入食用油混合均匀之后,再把两个鸡蛋逐个加进去,继续搅拌3分钟左右,或者直到所有的材料混合均匀。 接下来呢,把面粉混合物跟烙浆混合物各加入一半,搅拌1分钟左右,再把剩下的加进去。 如果你的烙浆质地变得很浓,甚至开始结块的话呢,是正常现象。 这个时候,我终于意识到忘了加色素。 如果你用厨师机来做这个食谱的话呢,一定不要用这个长得像打蛋器的配件,它的力度不够,很难把这个蛋糕糊搅匀,用另外一个搅拌桨会好很多。 在杯子蛋糕模具里垫上纸衬,蛋糕糊装6到7分满就可以,不然烤的过程中它会溢出来。 然后呢,你的杯子蛋糕就成为muffin。 送进烤箱烤18分钟,或者当你用牙签扎进蛋糕里再拔出来,上面还是干净的就可以了。 大家可以看到我有两三个杯子蛋糕表面上呢,有白糖的结晶,这个就是蛋糕糊,没有充分混合均匀的表现。 解决方法嘛,自己吃掉。 等到你的杯子蛋糕不烫手的时候,记得把它们转移到网架上,然后我们来做个奶油奶酪糖霜。 把提前软化到室温的黄油跟奶油奶酪搅打均匀之后,再分两次加入糖粉。 糖粉的凉举方式也跟面粉一样,用勺子不要压得太结实。 混合均匀之后呢,加盐跟香草精,打匀尝一下,看需不需要调整味道就OK了。 一定要记得等杯子蛋糕完全晾凉之后,再做装饰。 抽象派的,可以直接用刮刀,把糖霜堆到蛋糕上,再筛些可可粉做装饰。 想做个精致的小工具,也可以用裱花袋,几个造型出来。 像我这样。 毕竟呢,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,所以就不在这里叨叨叨了。 大家尽情发挥想象力,玩得开心就好。 红丝绒杯子蛋糕的口感很细腻又可可的香气,也不像其他的杯子蛋糕一样甜到厚,强烈建议大家尝试一下。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的视频,如果喜欢我做的菜的话呢,请关注我的频道,每周一跟周四我都会更新。 感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次再见。